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谈谈这位 Dok叔,Dok叔终于肯退休了 Dok叔92岁 Dok叔日前宣布 将由11月正式辞去 霍氏公司和新闻集团董事长职务 结束他70多年 传媒生涯 其实 他建造了一个被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英语媒体帝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美国、英国、澳洲 相当有实力,尤其是澳洲和英国 美国还有其他的 自由派媒体可以抗衡 在澳洲基本上就很困难 最搞笑 Dok叔说退休 居然 霍氏的股价升了3.3% 新闻集团股价升了2% 原来 霍氏公司和新闻集团亦都别事 他大子 成为新闻集团唯一董事 并且继续担任 霍氏公司执行董事兼 CEO 首席执行官 当然 这个Dok叔是很传奇的 那么 我是这么想 其实他虽然说退 但是 我相信他会指导 阿诺克林的 指导的意思就是随便听证 因为这个Dok叔 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控制的人 亦都是澳洲媒体爆料 为什么说他是废纳大权呢 原来无论澳洲总理出访美国 都会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行程 就是见一见这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传媒人 没有之一 我只是传媒人 当然 他 通常都是我顺便 顺便 亦都会跟美国总统见面 话说15年前 也就是2008年 民意很高的新任澳洲总理上任做不到一年 就来到纽约联合国大会 发表讲话 与世界领导人 在会面讨论全球金融危机 陆克文 和他同行的媒体 住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附近的一间酒店 距离澳洲总领事馆的公寓 仅仅一步之遥 很多有权有势的人 对这栋公寓不陌生 其中最出名莫过于澳洲出世的传媒大亨 亦是最有名的传媒大亨 现在全球 还是他 就是梅多 梅多当然了 放弃了澳洲国籍 为了 在美国买到媒体 后来当然了 梅多在纽约 见了洛克文 这位传媒大亨想要秘密地在 总领事馆见洛克文 但是他一定很失望 发现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即是ABC的记者 Michael Ronan 在那里守株待吐 等了很久 洛克文究竟跟他谈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与总理举行 对谈 一点都不起奇 第二年 洛克文再次到纽约 亦有见 是 独叔 很快 这个见媒独奏成为了 澳洲总理 每一年的朝圣之旅 你以为独叔很有影响力的 其实 以前很多人就是肥佬 当然跟独叔差很远 事实证明 那年4月举行的会面 对于当时仍是反对派领袖的 陆克文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 你知道刚好 他们有一次会面 就是两个人要离开 新闻集团的总部 这位传媒大亨就问陆克文 你会不会成为一个好总理 陆克文说 我肯定会 当时 这位 被视为 万能的 老佛爷 已经向 澳洲 当然 他在澳洲业务 因为他有很多子女 还有子女住在这里 他的子女看着这里业务 小很多 但是 他在这里还有其他的 投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他 身家是不是很多 在有钱佬堆当中不算很多 但影响力就很大 发出了讯号 就是 他有得早了 那几个月后 陆克文就上台了 其实陆克文和梅度的定期会面 并不是因为他做了总理才有 长期以来 无论谁政党上台 无论谁做总理 都希望 是 和这位长期牢牢掌握着 西方媒体密博的人 保持 亲密关系 包括以前的卡梅伦 还有 当然 之后又说 这位阿哥 和他的前妻有一些 秘密关系 就是 通列的 贝利亚 再看 2021年 当时 这个臭老摩仲 就是我们前总理 以总理身份 最后一次访问纽约时 由于梅度行情不变 他只可以和另外一位 澳洲 一位 叫做 出口的名人 就是新闻集团 首席执行官 是Robert Thompson 会面 不到一年 这个 摩总就倒台了 之后就说 行情不变地 梅度不想见你 其实 当然陆克文和梅度的关系 现在很差 现在陆克文经常在Facebook 在这里小说梅度 现在都不久了 他们的关系 没有保持很久 好的关系没有保持很久 在纽约 在纽约 会面一段 这个 几年之后 其实 陆克文之后就两次失去了总理位置 他就将责任归咎于梅度 经营的报纸 那么 陆克文 之前就经常和梅度见面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他就说 梅度是民主的独楼 傲慢的独楼 更加2020年发起反梅度的 这个 Petition 这个是不是叫做 写中文叫什么 请愿 请愿 呼吁 皇家委员会 不如是调查梅度的传媒帝国 其实这份 这样的 联署也是联署 请愿 联署吸引了50万人签 居然 其中就包括自由党的前总理 谭保 谭保和陆克文一样 非常清楚 梅度的报纸对 总理职位影响力 是很有影响力的 我跟你说 之前 他的小报 不称我们 因为在大流行期间 中国人你小心 不要出街 其实他的 隐隐隐隐隐 隐隐隐隐隐 好一些 将自己的意识形态 压了下去 当然这个肥佬丽 跟他差得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苹果 每个东西都好 低下阶层 中产 还有高 上层 都是看他的报纸 他三个阶层都借了你 亦之后他可以做到 三年后的今天 梅度出任澳洲驻美大使 以 谭保取代 陆克文成为呼吁 皇家委员会开展调查的代言人 这两位总理的联手可谓是 梦幻的 也证明了敌人的敌人制朋友 你要记住 其实谭保出任总理时 是阻碍澳洲支持陆克文 参选联合国秘书长 因为他认为陆克文不适合这个位 只可以这么说 政治一天都严长 那针对新闻集团的请愿讯 其实也引起了 参议院对媒体多样性 进行一年多的调查 没用的 没用的 因为 很多议员都很害怕他 他写水你 很麻烦 我跟你说 之前我们新南非洲州长 也是他一份媒体 他一揭露那些东西 他就 立即没得到 你被媒陀的报纸看上了 你就很困难 在政界里面 当然也有人说 澳洲真真正正总理 永远都是媒党 这个调查 也建议政府进行一项 令到王家调查委员会 有权力的司法调查 在联盟党 治下 这种状况当然不会 因为媒党是右派 联盟党 之前的执政联盟 当然是联盟党 自由党加 国家党当然不可能 因为这个媒党的媒体是他们的阵地 现在 只剩下 绿党成为国会当中孤独的声音 继续吹 是 继续吹促 是调查媒党的 就算 连现在的总理 Albanese 都排除了继续 调查媒党新闻集团 所以你看回 大家只剩下 没有了媒党的 祝福 或者 其实媒党只不搞你 你就可以容易一些 当然你知道这个就是媒体的可怕 其实 绿克文和谭保在四任后 可能公开 批评过媒党 但是执政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敢出声 哈哈哈 所以你知道他多么有权力 当然 形形色色的政客 私底下 对这位传媒大亨的影响力 心怀不满 但是 大家都不敢多说 因为被他盯上了你都害怕 好像外交部长 Penny Wong 在纽约时港的媒党 可能并不是 公党的啦啦队 亦希望他退休一切顺利 而那些 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未来总理的政客 更加 是 不敢多说 好像 这位 这个更加不敢说 以前很支持他 反对党的领袖 达顿 我想媒党 是告诉他的朋友 他已经力尽瘡 很累了 想退下来 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还不错 他很好呀 有个新女朋友呀 拆了鞋 这样 我们的这个 财政部长 亦 被视为未来工党领导 人 的有力 竞选人之一 但是 他都没有什么新鸣的 评价 很明显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一段时间来 媒党一直是全球媒体领域非常有影响的人 这个 这是新闻 集团一个时代的终结 现在对于领导层换界和其他事情 有待观察 当然这个很重要的公告 不过他们也不敢说 这个 James James 那么 达顿和James 都是来自我们布里斯本选区 都是来自布里斯本 因为布里斯本 挖出几个选区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都 不敢 吓这个媒体 因为长期以来 其实西方政客都知道 与新闻集团这个庞言大物作对 四个字 字骨坟墓 等于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而且达顿和 这个James 都是来自布里斯本的 其实我们布里斯本 一家报纸可以遮天下的 我们经常说 就是这个 信使邮报 亦是新闻集团旗下 我手机也有 因为我是有订的 任何想登上总理宝座的人 非常需要他报纸的影响力 以及背后老板是谁 当然没人知道 因为每个政客后面都有人是支持的 梅度即使是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 说真的 他影响力是不会走的 就算梅度死了也好 他的新闻集团依然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我相信 退休又如何 其实他一样是可以是有影响力的 其实政治上 早已经不存在什么叫耻辱观 现代媒体领域当中 耻辱 的感觉 这些三观 已经是经常 是 拆了我们三观 你看很多媒体 双重标准 有些看不到 这些耻辱观 早已经是 消失台尽 梅度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 他 亦发了一封email给 他的员工 当然 亦是说自己要退 看到 他 在给员工的一封email当中 验责了 一些叫 精英 他就说 这些精英 对于那些不属于他们精英 阶层的人公开 他进一步指责 其他媒体 和那些精英勾结 不是吧 这个是你差不多读大 兜售政治 这个 叫做论述 不是追求真相 这句话你敢说我都觉得挺好 好 当然这句话 亦是出自 谭保所说的 对 民主世界造成 巨大损失 的人的口 当梅度 他从来都 毫不掩饰地表示 他 哪里都不去 他的头涵可以改变了 但是 他亦都说 在思想博弈方面 我仍是有我的作用 所以你说什么梅度可以 是退休等于一个时代终结 我是不信的 只不过你看一下他几个弟弟 为什么他 他都几 聪明一样东西 就是他就将他的大子 诺克林 成为美 成为新闻集团唯一的董事长 是不是担心其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争 当然这个儿子 为什么可以成为 新闻集团唯一董事长 和他的意识形态各样 非常地相似 非常地相似 而且 他之前是守在英国的 现在 也应该在美国居住 你知他的弟弟哥 都是三个国家出生 澳洲、英国和 美国 诺克林就是英国出生 英国出生 英国出生 当然 之前 最记得一幕 就是 在英国听证会上 邓文迪女士 不是护主梅度 记得吗 当时 更加 因为有人想欺负他老公 他就动手了 挺厉害的 他的 大子 就是 梅度很多个老婆 结果多次分 应该这么说 就在伦敦出生 是他和第2任妻子生的长子 对上了一个阿姐 和一个弟弟 他的弟弟 James 阿姐 Elizabeth 做一个同父异母的 姐姐 其实他 英国住了一段时间 之后就在纽约 过了 中小学 入读名校 之后 普林斯顿大学 拿到哲学学位 之后 梅度就派他回澳洲 来我们昆士兰 做信使报的总经理 一年之后 澳洲人报发行人 就是我们最强的报纸 澳洲人报 后来就成为了 这个领头人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